乳癌的發生到目前為止 是還沒有一個定論 不過我們所知道的就是說 它是從一個基因的一個突變 那突變之後就慢慢產生了一個癌細胞 那這個癌細胞就長在我們的乳房的地方 那就是乳房的一個乳癌的一個發生 那之後呢 這些細胞呢 惡性的細胞慢慢經過一個 不正常的一個分裂分化 那之後就慢慢形成了一個乳癌 那乳癌還是分為 清洗癌跟非清洗癌 那非清洗癌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乳癌 那想要請問林醫師 有什麼樣的症狀就是可以提示我們呢 其實症狀在非常非常早期的時候 是不痛 不癢 不酸 不麻 那再來呢 它慢慢的漸漸的長大以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去摸到硬塊 那有少數部分的人呢 它乳頭會有一些分泌物出來 那這分泌物的顏色就不一定 那常見的有時候是比較清澈 比較黃的 那甚至有時候會出血 會有這個出血的一個情況 想要請教林醫師啊 什麼樣的人會容易得到乳癌呢 其實剛剛有講過 這個乳癌的發生是從基因的突變 那所以說這個是有家族死的人 像二等親以內 譬如說阿嬤 媽媽 或是姐姐 妹妹 還是自己的女兒 這些都是高危險群 那另外次高危險群就是說 這個找這個月經來的 或者說晚停經的 或者還是少部分人就是說 沒有生育的這些女性朋友 這個都是算是高危險群 像這樣子如果真的得了乳癌啊 一定要做手術切除乳房嗎 其實早期手術是乳癌治療的一個唯一方法 但是隨著這個醫學的一個進步 那其他的治療呢 就有時候是化學治療 放射性治療 荷爾蒙治療 或是標靶治療 那我們手術早期是整個乳房切掉 那後來就進步到保留手術 再來進階呢 腋下淋巴是不是都要清掉 所以現在我們發展一個 少病淋巴結的一個切片素 或是切除素 那這個可以讓我們去偵測 這個乳癌的這個腋下有沒有轉移 如果沒有轉移 當然我們就把這個腋下淋巴 通通保留下來 可以避免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副作用 那化學治療呢 它的好處是什麼 如果這個腫瘤相當大 那我們先化學治療 或是合併標靶治療 有效的話它會慢慢慢慢縮小 那相對我們手術的這個範圍就縮小 所以這個乳房的一個外觀 通通可以保留 那現在這個整形外科的一個進步 我們也可以把乳頭保留下來 整個外觀都很漂亮 甚至都還可以做乳房重建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錢醫師啊 那像這樣子在乳癌的病患身上 中醫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幫助呢 那在中醫的理論上是 在西治療當中 我們的中醫算是補助療化 那我們會針對患者現在是接受什麼治療 比如說他現在手術還是化療 有沒有接受標靶治療 是用打的還是用吃的 然後再來有沒有現在是放射線治療 然後再來後面會接受荷姆治療 每個階段它造成的副作用是什麼 那我們會針對這個患者的體質 來設計用藥 來緩解讓患者就是說 這些副作用讓他少 可以順順利的完成這半年的治療 那聽起來中西河壁雙管齊下 真的對患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福音呢 林醫師您覺得呢 其實我們西醫的治療 都是一個非常的一個破壞 像手術治療 整塊乳房都不見了 像化學治療 雖然藥物有進步 但是呢 它還是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 要吊髮啊 吐啊 甚至會手麻啊 還有皮膚會起疹字啊 等等這一大堆的一些副作用 那這些副作用 當然我們西醫呢 還是有一些西藥 那西藥投下去呢 這些西藥還是有一些副作用的出來 那當然藉著中醫的一個方式 比較溫和的一個方式來 來輔助來治療 那我們的患者就會得到很多很多的一個 很大很大的一個環節 癌症的患者如果住院的時候 他有手術 有化療 或是方式腺治療 都可以請中醫匯診 但是健保是給互的 所以大概就是我們這邊都是 開完到我們就中醫就介入了 那中醫師 營養師 個管師 大家多管齊下來照顧病人 那這個階段我們大概就是說 我們中醫介入就需要 減毒增效 就是減少護作用 增強療效 那我們中醫有可以用內科的服藥 或是說藥育 針灸 推拿 或是我們教患者氣功 來增加他的生活品質 其實最近這幾年來 那我們從很多學者 從健保資料部 撈資料 有吃中醫跟沒吃中醫 10點的報告 吃中藥超過半點的死亡率 大概可以 如果有吃超過半點 大概可以減少這樣 快將近50% 那他的護瓦率也減少30-40% 你可以放到那一半 Norcal的餐廳 就要做了